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由于今天真的没有什么热门新闻, 所以转过来和大家分享两个网上业话 第一个网上业话是关于一个外卖仔, 由于他够醒目, 所以在无代价的情况下拯救了一个婆婆的生命 稍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另外第二个话题和刚才那集有点关系, 关于两元乘车的优惠 试园有一个长者坐过海巴士, 但只坐了三个站 也不是过海之间的那个站, 即是过海巴士同区兜圈接客的那几个站 有乘客拍了长者的照片放在网上, 说这个长者浪费公帑 这件事在网上引起了关注, 有很多人都骂, 不是骂长者, 是骂照的人 藉着这个话题,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想到这条桥如何在不影响到长者, 也不影响到政府的情况下 能够合理处理到长车短搭的问题 与此同时也能够帮政府省钱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其实不应该等到长者 等到一辆便宜车才敢搭 在现行的制度和机制之下, 我也想到有些选择 不知道分享完之后, 会不会转个头政府拿来用 因为大家都有目共睹 不知道为什么说完些东西, 很快就会上去被人用 好了,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还有记得按隔离的小段 我们今集节目正式开始了 近日有一位网民在Facebook 分享自己的经历 说自己一次送外卖的经过 他说这张外卖单 需要送到一些天井公屋单位 到达之后大声说 喂!我送外卖的! 但是由于单位木门没所好 只是删除铁门 所以事主是能够窥探到屋内的情况 当屋内的老人家知道外卖仔来的时候 他就说,等一会儿,我动不了,我跌了在地上,我拿不到锁匙 事主就发现,原来婆婆一早跌了,整个人就躺在地上 最后这一名事主就快速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去找鄰居帮忙,跟长者说,行行行,你别动,你别动,我会帮你 但由于铁闸上锁,就算鄰居冲出来也无补于事 最后怎么做呢?事主就立即利用外卖程式联络到这户人家的人 因为不是婆婆那么厉害,懂得用手机去叫外卖 而是说,可能他在上班或者出了街的家人 是用外卖程式叫人送饭上去某某某单位 最后外卖仔透过客人的电话 顺利通知婆婆的家人,跟她的家人说 你家的婆婆跌了,躺了,不能动 但她仍然清醒,现在我和鄰居站在门口 但是开不了铁门,所以你快点找人回来 接着客人知道就很害怕,跟外卖仔说 行行行,我们三个字内一定回来的 事主见到婆婆并无大碍之后 鄰居也在旁看管一阵 三个字之后也说,开了门,最后又没什么 大家就搞定了一件事了 鄰居也有赞那个人说,幸好你发现了这件事 这件事一出来,引起了不少的网民 乐力去赞这个事主 事主在留言的时候都说 那一刻压力很大,自己吓死了 但是要冷静,因为如果自己也不冷静的话 想不到软件就帮不了婆婆 有不少的网民就认为 幸好这个事主主主去救回婆婆 因为老人家如果跌到地上没有发现的话 分分钟就是这样 特别是说地板会冻死的 因为特别是冬天 所以地板会等于一个无限量的吸热器 吸走人的体温 当然啦,你年纪轻轻 你十八二十二的,你躺下地板几晚 当然没问题啦,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是长者的话 说你一个人躺在这里 你又动不了 接着地板不断吸走你的体温的时候 随时就会造成其他器官的严重反应都未定 其实过往也有些新闻是说 不是长者来的 但是有人喝醉了之后 就躺在地板那里了 然后过了一夜之后 就真的因为地板不断吸走她身体的热 再加上喝很多冰冻的啤酒之后 最后是冻死了 所以很多人都大赞这个事主 哎,你做得好啊,做得好啊 救了婆婆啊,功德无量啊 有些人也都留言抽水就说 哎,幸好事主就是香港人 如果是南亚人送外卖的话 听不明白婆婆的广东话 就错过了求救的黄金机会 总之个个都赞到她飞起啦 好了,然后去到一个关键问题的时候 就会说,为什么这个人你不报警的呢 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身为一个外卖仔你报警 当然没有人可以说你错了 但是人家就会惨了 因为一旦你报警的话 就代表了消防一定会过来爆门的 爆门之后整个鎖 就不知道要跌多少钱了 当然如果那户人家不是承诺15分钟内回来的话 其实人家报警他就真是适合被人爆门的 因为救人要紧了,对不对? 而且一旦牵涉到警方和消防的话 整件事就会变得相对麻烦 例如外卖仔报警 他也可能要下口供 令到他不能继续送下一单 甚至乎就是说 他跟他说我跌了在地上的时候 所以他采取一种私底下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 当然其实婆婆跌了之后 很容易令我这一期想起利盈那件事 所以就算叫做私底下解决了这件事 都要把婆婆送去医院那里检查 因为你不知道究竟会不会遇到其他地方 可能瘀了甚至乎内出血 不过其实说这么多这些 全部都是马后炮来的 因为最后如果那个婆婆有什么事的话 肯定又会被人第一时间去追究 就说,为什么你只是打给家人你不报警啊? 你搞到我,我的婆婆怎样怎样了? 这样一定会骂的 好了,但是相反 如果婆婆是无大碍 然后外卖仔又报警的话 他就会被人多次一举 甚至乎如果遇到一些无乃的话 可能就会说 喂,有人爆了我的锁 你不报警我的锁就不会破坏了 接着就会跟外卖公司说 我要投诉这个外卖仔 我要他赔回几千元给我 我找他开锁佬上来弄 有单有据,要他赔回给我 那就一定随时会有这些无乃出现 所以幸好这件事 最后就是以好人好事的结局结束 如果不是的话 这件事随时会搞到很麻烦 以及一头烟 还有一个幸好的地方就是 到木门虚掩了 因为如果你是关在木门的话 就算别人想救你 也不知道你什么情况 甚至就是你叫进去 那些声音都出不了来 又或者外面的声音都出不了去 让别人知道 到时如果送了外卖没人开门的话 别人把外卖放在地上 拍几张照片 就交货走人了 那婆婆没人听到她求救的话 这就是另一个故事 其实有时候有些独居长者 他们都会把自己家里的锁匙 交给一些信得过的鄰居 但凡就是说 万一自己忘记了带锁匙 都可以问鄰居拿后备 又或者就是说 当鄰居发现 几天不见自己的时候 都可以开门去找一下自己 而且通常一些独居长者 家里未必太有钱 所以也不需要担心 鄰居会不会偷了我的月饼 管家 而且当你选择给一条 时 这些信任程度的问题 不过这次似乎不是独居长者 所以就未必会有交给鄰居保管的习惯 当然也不是说 每个鄰居你给鎖匙我 我就一定要帮你去做keeper 帮你去存着铁匙 对不对 所以我自己这样说 大家都可以学下我这样 帮长者去安装闭露电视 有些什么事的时候 例如说 打给他没人听 有什么事啊 开个电视 原来跌在地上 哎呀呀呀呀呀 立刻影片都不拍过去救他 这样 因为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好像是两三个月之前 大概 有一次就是因为这样 又是长者 他没事 不过他的电话 掩抹得不好 所以大家害怕了 大家以为他出事了 然后就找我 立刻铲上去找他 幸好当时我已经做完饭了 刚好有空 自从那件事之后 因为我不想再设计一无神 又要铲上去 当然如果真的出事的时候 那当然是不拍片了 对不对 但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不想影响到我的工作 所以自从安装了个闭露电视之后 大家都放心了 一有什么事 开个闭露电视看看 走得走得走得 即是电话问题 那我们不紧张 所以有时装定这些闭露电视 其实就有个好处在 当然每个人的家庭的背景 环境都不一样 未必个个适用 然后跟大家看下一个话题 两元乘车优惠 长者弄得被人放上网 有巴士乘客在Facebook群组 SafeHK发文 是真的那个SafeHK 或者是很多人的那个 拍了一个长者 在巴士等候下车的背影 只是拍了背影 他就说 上中人在总站用两元鸡 去搭一辆968的过海隧道巴士 那辆车的车费是25.7 然后他坐了三个站 在盈点下车 认为政府要好好教育 质疑这个长者是滥用了两元乘车优惠 有不少的网民对于这些言论就觉得不满 很多人都说 我完全觉得没问题 老人家走不了坐车很正常 甚至乎有些人爆了粗就说 关你什么事 你个死人道德判官 有些人都说 其实都挺好 比巴士吉车好 有些人就认为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出自长者身上 是出自政府和巴士公司在协调优惠价格上 大部分人都觉得 其实巴士公司应该要协调收费 政府和巴士公司应该要谈好了 就不是说要逼老人家 去等一辆比较便宜的车才够胆上 总之这件事最后骂到周围都是 不过有部分网民就拿着道理来说 即是他们说 其实长者是浪费公帑是事实来的 直言其实长者就应该要补少少钱给政府 不过这些言论 即是懒是清流 懒是什么众人皆罪我毒醒 亦都被其他人骂就说 搞错啊这些是给长者的福利 什么叫浪费公帑啊 其实现在要骂的是 政府的设计有问题 就不应该走去乱骂老人家 不应该将个道德包袱 转嫁在老人家身上 我也觉得长者特别是行动不便的时候 大家都想早点处理好东西 早点就搭车回家 但是怎样可以令到政府不需要额外付那么多钱呢 我想到一个方法是这样的 轻铁我相信就算是我这些九龙人 一时一时间不终都要去新界的时候 怎样都答过的 我相信各位观众这么大人 你不是住新界就算你住港岛也好 那你都答过轻铁的啦 好了其实轻铁那种付款方式 大家知道什么事 就是说首先你去到一个站 你拍卡 然后上车 然后不理你去到哪个站 不理你中间如何转车 总之你下车的时候 你就要拍卡 然后就会计算距离去收你钱 其实就着长车短搭这个问题 第一长车短搭是只有巴士才会发生的 因为地铁的机制问题 所以是不存在长车短搭的 其实整件事很简单的 只要以后每个巴士站都好像轻铁那样 放一部拍卡机下去 只要你是用长者乘车优秀的人 你就好像平时那样 我上车的时候我就这样拍卡 然后下车的时候 你就再在巴士站那里拍部机就可以了 到时就记录得到 究竟八百在什么站上车 和八百在什么站下车 因为现在的技术 现有的技术是全部做得到的 例如说你打开手机 你去看那些巴士预报APPS 例如说某某某车 还有三分钟就去到农场 到这个站 那就是说其实巴士公司 他们是有数据 是知道他们那辆车走到哪里 所以到其实你上车 去到你拍卡的时候 已经有足够的数据 是能够支持辨识得到 究竟你在哪一个站拍卡上车 至于你在哪一个站下车的话 人家的机器直接放在这里 对不对 更加容易在代码上下手去做 例如说 这一部机器代表摩士公园站 你拍下去就知道 原来你在摩士公园下车 然后再去计计哪一个站上车的话 很容易计计到 你搭了可能三公里 那这里就应该收回你多少钱 到了最后 你永远给两元 多出来的钱就政府去给 对于政府来说 就没有了长车短搭的问题 因为原来对于长者来说 咦 个个都很均真 你搭了五公里我又知道 搭了十公里我又知道 甚至乎你有了这些数据的话 可以更加好去规划一些 长者未来的发展活动空间 原来平均60岁的长者 他们外出的理数是多少 70岁的长者外出的理数是多少 更加容易做到更多好的城市规划出来 还有就是说 政府也都公道给钱 就是那个长者搭多少 我就帮手给多少 就不用说他搭三个站 我要帮他给23元 那这样做的话 对政府不公道 对纳税人不公道 虽然巴士公司最喜欢 对不对 我欢迎你长车短搭的 最好了 对不对 让我就可以赚多点钱了 所以整件事 我整个计划来说 对于巴士公司来说 他就是大输家 因为巴士公司 不能再去吃长者长车短搭的水 还有我刚才提出来的机制 在代码制度上 即是在数据代码打曲来说 应该不难做 因为你轻铁都做到 你十几二十几年前轻铁都做到的事 你2024年做不到 你别玩我了 还有你本身络游卡也好 长者百勒通也好 它已经有一个特殊的识别装置在 所以连硬件都不需要改太多 我只是说 以后每一部的机器 放在巴士站 再改一下代码 其实整个系统 你要走的话 可能半年之后已经走到的了 总之 小朋友半驾 我这些成年人 照舊拍卡就收钱了 总之遇到录卡就不收钱了 等到他们落到车了 自己再拍卡的时候才收钱 好了 为了防止有人 忘记了下车拍卡 又或者说 我特意不拍卡 我两元都不给的时候 很简单 只要有人下车不拍卡的话 可能过了两三个小时之后 下次当这个人再用巴达通的时候 一律直接扣他十元鸡 等于 你那些什么地铁月时出门 之后你下一次再拍卡 就会直接扣你六十多元 即是 其实所有系统都是 其他的公司在用 现在只不过是 把所有公司的系统 集大成 去防止倒截长车短搭 从而 去帮政府省钱 对于有些人可能会说 搞错呀 这么麻烦 你现在又要那些长者下车拍卡 长者便记得这么多 没资格这么说 因为 第一 长者本身是享受福利的那一个人 还有就是说 轻铁这么多年来 不是也是这样 都没有长者出来骂轻铁 就说 这么麻烦呀 又要上车 又要再拍卡 所以其实已经是说 在一个香港人 最能够接受 用最少资源的情况之下 已经是能够为政府 省到钱的一个制度了 甚至乎 我刚才提出来的那种制度 如果有巴士公司 愿意统一去做的话 甚至乎将来是我们这些成年人 都不介意长车短搭 总之 有车来的时候 哪怕这一辆是过海车 不要紧要 我井仔照上辆车 反正 三个站之后 我下车 我再拍一张卡的话 到时就只扣回我三个站 我应该给的钱 可能6元鸡 又或者4元鸡 如果这一种的机制 是可以顺然去到 连成年人 都是说 你搭多少就扣多少的 这种模式的话 根本香港整个公营的 巴士机构 都可以大改革 到时 原来你加一架车 上哪一架都可以的 只要你知道那架 是去你想去的方向就可以了 到时巴士公司在收集完数据之后 更加有效率就可以知道 究竟哪里要多出车 哪里不用出车 那不用导致到就是说了 因为以前一直都有媒体跟进 其实有些巴士 他们为了要去追KPI 他们为了要去追 那些车的什么 什么踏标率 准时率 他明知没有人搭 我偏偏要开车出来 又浪费钱 又浪费司机人工 对不对 有些没什么人搭的巴士线 也不敢刮了它 但是如果将来 全香港都是用这一套制度的 上车拍卡 下车再拍卡 那么断站断距离去扣钱的话 市面上可以是说 越少巴士 因为每一架巴士都确保到 装得满人 装得够人之后 总之就是说 人都在地方出多些人 就不需要硬是说了 因为这条路线会兜这个站 会兜那个站 又会兜A站 又会兜B站 搞到就是说 调街很多巴士 但是不是每一架巴士 都必定是帮到人的一种 不过 我说就很理想 其实我小时候 都有这个问题 很喜欢说一些 能够受惠于全世界人的政策 但是大过了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很瘋的 因为 对社会好的东西 就肯定会对于其他人受损 例如说 如果真的能够 渡着长车短搭 甚至能够公公道道地 去计算每个人要给多少车费的话 那巴士公司就没肉食了 对不对 所以巴士公司对于这一样东西 虽然他只是造福全世界 但是会损害他利益的情况之下 我是他 如果我是打巴士公司工的 我一定说 技术做不到的 这个东西太复杂了 我们计算过做不到 一定不会被这一样东西发生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资本主义的社会 往往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明明有些政策 是对整个社会大部分人都好 但是由于会伤害到某些私人机构 所以就变成很难落实 有些典型的经济故事就是跟大家说 为什么有些地方 那些负责买牛奶的商人 他们为了保持牛奶的价格 我宁愿拿牛奶倒入海 我都不会把牛奶给贫困人士去饮 那大家会说 你浪费了牛奶 但是牛奶商人为了赚钱 为了巩固牛奶的价钱 而不会令到原来牛奶比水还便宜的情况之下 所以有时候他不得不要造成一些浪费 从而令到他有得牟利 其实如果整个香港要达成我刚才说的那套巴士系统的话 其实可以循序漸进去做的 首先由长者卡开始做起 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让长者开始去熟习了 以及方便巴士公司和政府去收集数据 到期时收集完这些数据的话 就可以重新去规划巴士路线 例如说 我究竟原来有很多人只是这样搭短距离 不如我们多开几个巴士 只做这些短距离 疏到人流 街道又不用那么多巴士 诸如此类 所以其实是一个可以循序漸进去解决很多社会问题 例如说 市面上那些车龙太塞 巴士又不知怎样 阻止了 其实很多问题是可以一路进步一路进步去解决的 但是内何呢? 有时候资本主义社会进步反而是会带来伤害 有时候进步反而是会被制止 这件事是很有趣的 大家会觉得不是 资本主义的情况之下不是追求最高效率吗? 当然啦 每个人都想追求最高效率 但是如果你有效率 你又伤害到我利益 你觉得我责不责? 例如说 井仔其实就是一个车夫来的 负责就是拉人力车 送各位王大仙去落库 收你20元鸡 好了 那你跟我说科技进步 现在多了的士出现 有汽车出现的时候 我当然知道的士厉害 我拉三天都拉不到你王大仙去元朗 但是人家的士可能一个小时就拉到你过去 进步又怎样呢? 它会损害到我利益 我一定是反对香港推行有的士的制度 不行 因为会损害到我们这些拉车车夫赢的利益 好了 其实今集都说得有点远 正常来说 今集是应该要去评论 哎呀你这样拍的长者不好的 哎呀伤害长者啊 但是由于我脑海里面 真的想到一套 可行而且挺好的计划 可以去执行的时候 忍不住想藉着这一集和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政府可以去参考一下 因为对于一些好的建议 我不介意被人抄 就算你不开我名字都没什么所谓 最重要是帮到大家而已 好了 今集就短短地来到这里了 约了朋友吃饭 星期五就是这样 拜拜